然后你看见它脑袋跟拖拔似的 全是嘴上 开始前半扇 撩起来打 再后来就好几层了 就这么撩起来打 特别好 太过面多了 中文字幕作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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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中国南兰最新一期世界排名是多少 二十多二十二十九 辽宁南兰第一次全运会夺冠是哪一年 上一届应该是17年 对了江湖传说北京对内 北京南兰有一种食物是不能吃的 鸭子 你们确实不吃是吗 不吃 好140 也有点想累 大概是赢了 对对对 赢应该没问题 赢二哥应该没什么问题 真的遭遇了投篮机生鸭首败 恭喜九哥赢了 那这一把140 他创造了节目新高 他快 原来他体能好 咱们一会儿还有一个你之前一直输的环境 今天你能不能赢回来 是吧 那咱们就先那就还是坐下来聊聊天 好 跟二位前辈来聊一聊他们曾经的一些过往的英雄事迹 你呢 听二位来呀 是聊一些喔 过去的一些非常光辉的事情 对 二位都曾经是呱队的队员 那我们先简单讲一下 在这儿的呱队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最深刻的记忆 他代表的人都不一样 你想以前胸口写的是北京两个字 你代表着北京 就是哪怕跟其他地方 跟辽宁打呀 跟广东打呀 就算是输了 那也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事 但是你一边上中国俩的 你马上就不一样了 你代表是国家了 代表整个中国的14亿人口 出去跟各个国家进行一些比赛 这个时候就不是说 是赢了输的问题 这是荣誉的问题 作为职业球员 能够站在国家队这个平台上 是每个职业球员 应该面对的一个目标和他的梦想 当你进入国家队 看到自己的国旗 在国际赛场上升起的那一刻 是每一个运动员心中的荣誉 也有压力的 但是还是会感到光荣 压力是肯定有的 因为你要想一想 就是国际大赛奥运会 四季赛 你的每一举一动 都受到国人的关注 这也是压力是肯定不一样 二位在国家队 就是消理的年份 是有点前后出入的 但是有没有 有交集的那个时间段 打那个东亚运动会的时候吧 你去了吗 东亚运动会 在澳门 去了 去了是吧 就因为你最后那时候没投进咱们输的了 有这事吗 好像那场是二哥打的首方 九哥对于二哥的最英雄的那段事迹 抗寒英雄有没有印象 03年哈尔滨的亚运赛 对吧 对 二哥是作为 应该是最后一个掉进国家队的 03年的时候我们也作为梯队 在跟国家队有过接触都在青黄岛足球训练基地在那一起集训 所以那个时候跟一队有过接触也打过比赛 我们每场比赛都看嘛 最后一场比赛是二哥最后时间段的两分球发挥了 一下子就把这个比赛就终结了 连续的几个两分球 我记忧心在发挥线附近 是不是二哥 那场球其实还行吧 但是不像就是庆萌说的是那么放松也不是 因为你想那时候我作为一个绝对替补 那时候靠称是金银铜铁四大板子嘛 我金银铜铁那么我排个铁 你想想对不值钱的那种 然后那天打韩国呢 是因为确实是前面的几个中锋没发挥好 没发挥好再加上有了是犯规次数过多了 那个时候往后蒋之老就往替补席上扫了一眼 然后正好呢我当时离他最近水正喝呢 他蒋之老就是看了我一眼 我就鬼斧神差的冲了他一笑 蒋之老就是你了过来吧 来吧帖子 蒋之老问那个小姐紧张不紧张 其实我当时汉仔我特别想说我紧张 但是这时候体验出记者特别坏 当然所有记者全围过来 长枪短炮 卖个缝就堵在我嘴边上来 我一看我说咱怕也不能说 我说二年那资料不好查 我不怕 然而我真不怕 真不怕 我说不怕 上 你开玩笑吗 我说你真上 上呗 当然上了之后就自己做自己工作 已经都跳水来了是吧 你还怕失衣或者怎么着 打呗 能投进了咱算捡着了 然后投进俩球之后就慢慢的心里就放开了 把紧张的事就忘掉了 是这么个事 不是说不紧张 谁都在紧张 心里过现场有2万人比赛的朋友 有 有2万人的比赛的朋友 08年奥运会在主场能够打那个球队里头的12人之一 九哥来讲是不是还是挺重要的一段经历 还是像二哥说的抓住了这个青春的尾巴 能够赶上这个中国南篮这个鼎盛时期 在自己的祖国举办一次奥运会 而且又有幸自己亲身能够参加这些奥运会 所以作为我职业球员来说 当你站到这个球场上的时候 你那种压力一万八千人那种欢呼 你是没有办法拒绝 你是不可能听不到的 当你上场的时候 其实平时的时候那个投篮 你可能到40% 那个时候的状态 你就要不断地给自己的暗示 你如何 你首先你要抗压能力强 你才能够站到这块场地 你把球投进 2哥有点羡慕 1哥的这个状态 其实我这个也是真羡慕 因为我没打过奥运会 我是打的亚洲比赛 有点小遗憾 对 非常遗憾 不是小遗憾 但是没办法 因为那几年吧 我们国家队咱那是外教 对 外教 外教不太喜欢我这种类型 他就认为中锋 就不应该图三分 他因为中锋 就应该在篮下 就是不停地是吧 掩护往打篮下得分 掩护下身 纯是欧式大法 但是你看 我的理念提前20年 你发现没有 现在全是小球时代 其实10年之后就印证了 你中锋不会端了分 你更混不下去 现在 他那套太落后了 你不知道08年 为什么我两个遗憾 一个遗憾是我没去参加 第二遗憾 那一届是完完全全 有可能进前四的 对西班牙我记得特别的清楚 那两球 王阵士打那么好 不知道为什么 把王阵士给换下来 对 那两球是百分之百 赢了就进前四 只要进了前四 那一下篮球事业能往前最少 真的能加分十年 但是这个确实是 在咱们的篮球的发展的这个轨迹上 都有很多的遗憾 然后 但这些遗憾 反正就希望能够变成 对后来人的激励 对 那你们俩说 要不聊得稍微轻松一点 聊聊北京队的快乐的会议 北京首钢队 我们在那时候 其实还真有特别有意思的事 晚上一般 就是说 吃完饭了之后 咱会排 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 我们是贴纸条的 我们是会买一个练习本 然后拿尺子一压 撕成一条 一条 一条 然后输了之后 学校输的时候 我们当时我记得是一张牌贴一张 然后五张牌翻背 一张牌没出 翻三翻 经常一把牌 这些记得这么细致吗 不是 好玩啊 人生中的第一头脏辫 然后那时候 巴特是老叔 然后你看他脑袋跟拖帽似的 全是纸条 开始前半扇 撩起来打 再后来就好几层了 就这么撩起来打 特别好 太有画面感了 哎呦我的天啊 那就我们来问一问一会小卡 对今天咱们聊的满不满意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 因为确实阿伯今天聊的都非常的尽兴 来看一看我们的神秘嘉宾小卡 对咱们这一部分聊的是否满意呢 果不其然 小卡说二位聊的非常的好 小卡都报警了 对今天就不追问问题了 那咱们现在呢要带起来活动活动 有一个一击决胜的环节 嗯 这要是再输了 那我就狠狠的可以连累一顿 那行啊 没毛病吧 那不然不说吧 你来啊 3比2大 3比2大 怎么还有人出OK呢 哇 就20 20 够了 够了 你看那个绿点了吗 你得扎到那绿点了 你知道吗 我万一要翻倍 yes 这玩意跟他有仇是怎么着 对 二哥做标准 实干成就梦想 封伍传立架权 标准点 实干成就梦想 往下一点 实干成梦想 往下一点 封传立架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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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哎呀 累死我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哎呀 昨天晚上睡觉 这个脖子拧的呀 真的是难受 二哥不小心输了 啊 什么 他说输了就要K你 哎 你挂了吧 因为你会去运输了 以后 要是阿满 provides 推荐的 好 往下 出来了 可是 现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